吴尼朗,明明档,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到花莲县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的计划 成功的协助在地厂商完成研发创业 那么110年度申请计划的祥瑞自然能科技公司 在县政府的资金支持之下呢 成功研发出一体式太阳能、路灯以及照明 并获得中央标准局最高等级的独家专利技术跟认证 从事绿能开发的祥瑞自然能科技公司 4年前开始研发一体式太阳能、路灯及照明 但在最后紧要关头面临了资金困窘的压力 110年度得知花莲县政府推出了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特别提出计划来申请获得县政府审核通过给予资金补助 他们研发的一体式太阳能路灯真的就顺利完成 还取得独家专利技术认证 是说资金上面还有系统整合上面碰到困难 因为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东西具体化 需要一笔资金 不然的话这个东西只有应该说只有一个设计的想定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体 那时候刚好矿小遇到县政府是推出什么计划是吗 对就是县府的这个清创中心的SBIR的一个专案的补助 然后让我们那个时候在犹豫的过程当中 我们下定决心要把这个东西变成实体化 然后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真的东西呈现出来 因为这种东西在市面上产品已经算蛮多了 那我们当初设计出来这个东西只是纯粹想说 试试看他申请出来的专利他的等级会到哪里 结果我们抱持的这种心态去申请的时候 反而给我们更大的惊喜是最高等级 然后当然了这个也感谢县府 他们刚好在我们最犹豫的时候 让我们向前冲的力量 不然我们不晓得我们研究的东西 可以得到国家的这么高的肯定 青年发展中心表示 华联县政府除了辅导及提供研发资金之外 在可运用资源下也提供场域试验或者是示范基地 欢迎有兴趣研发创新的厂商 可以把握机会来提案申请 在地我们有非常多的产业 都必须要有所谓的创新跟研发 那我们也包括了技术类以及服务类 所以县长在推动我们在地的各个产业的创新研发 所以推动了这个所谓SPIR的一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每一年都会持续的进行 那今年度呢会在这个五月份正式的就要跟大家收件 然后我们有相关的一些的课程 以及所有的计划的启动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在地的店家们 能够关注这项计划能多多的参与 因为有前面非常好的经验跟例子 也有很成功的所有的厂商 有很好的研发以及技术的一些的发展跟创新 成为我们在地最好的一个能量 那希望呢大家能够让花莲成为我们下一代孩子们的一个选项 111年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在5月份就要启动 9月份会有一场108年到110年度获得补助厂商的成果展 相关的讯息会公布在花莲县政府青年发展中心的官方网站 介续会欢迎市报道